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俊瑤 歡迎來到演員點點點 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 演員真希望他20歲就懂的事 其實這個題目的發想來自 What I Wish I Knew When I Was 20 這本書我在大二的時候買的 然後想要了解一下 他20歲到底學了些什麼 想要分享給大家 但是我坦白講 我已經忘記裡面書的內容 我可能要再看一下 這10年以來我也是學到蠻多東西的 想要分享給大家 好 直接話不多說 Let's go 第一件事 做一件事遠大於1000個計畫 說了100遍不如做一遍 身為理科出身的Wattashi 我相信有一些人跟我有同感 永遠就是有一些人在想如何 要對手上的習體下手 每次都花很多心思在想 但卻不願意開始寫功課 背了那麼多台詞 比不上RUN過一次給其他人看 甚至用自己的手機錄 Review一次 一定要去做 做完再來改 如果時間跟資訊允許的話 可以要求更好 第二件事 管理風險享受未知 在各種領域 我們都會面臨到風險跟未知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不同 人是無法預測未知 如今資訊難免發達 我們試著用數據掩護這些未知 當歐巴馬在決定是否出動逮捕賓拉登 長官跟歐巴馬報告 25%到90%的紀律 那個人是賓拉登 奧巴馬卻說 這些數據對我們 對我是沒有用的 我還要以自己的判斷做出決定 未知跟風險在金融界是通用的 但在我們生活中並不如此 未知可以是 嘗試沒有吃過的餐廳 或者是點我從來沒有吃過的料理 或者是看一部冷門的電影 不一定是壞事 風險也不能百分之百的預測 但跟未知也的差別就是 風險帶有負面的含義 我們只能準備有雄厚更有彈性的策略來應付風險 在演戲的世界也是一樣 我們是玩yes end所謂的即興 我們不需要知道一切 我們只需要在當下享受未知 第三件 公欲善其事必先立其器 天啊 我從哪裡開始 從小住在拉丁美洲 資訊跟資源很有限 所以不得不省 跟媽媽要電動玩具 砸西砸巴的怎麼滲透式模型 九層會被弄掉 印象最深刻就是 當爸媽在買書文具鞋子 其實都很大方 當時其實也不了解為什麼這些東西可以買貴的 快轉十年 這期間窮學生不敢亂花錢 久而久之形成了省錢的壞習慣 慢慢理解當時為什麼這麼做 我買過洗三次就破的牛仔褲 OLED鞋子穿到小拇指外翻 但捨不得丟掉 內褲襪子穿到破還在穿 錢包破到掉身份證 買便宜的筆電 結果維修費 不投資好的相機要拍YouTube 省錢並不是不好 但一定要這麼省嗎 若有一些需要的工具 在你的預算範圍內 不要怕投資多一點 相信工作跟生活會更好 一分錢一分後 第四件 健康絕對不能等 演員最重要的工具是身體 在薩爾瓦多的時候 最怕生病 因為看病就只要花六百到一千元 不包含醫藥費 所以來台灣我很安心的看著 不管是什麼狀態 只要身體不舒適 一定要去看 身體健康 是一種天上掉下來 但不被珍惜的禮物 常常等到快不行才去看診 有時候真的會太晚 在我剛上大學註冊的那一天 我跟爸媽在車上回家的路途中 因為太開心上了一所好的大學 我開玩笑跟我爸媽說 如果我讀到禁事拿到書卷 這個時候爸媽嚴肅的打斷我 會說不要亂講 現在回想其實還蠻笨的 說這一句在幹嘛 第五件 Just have fun 這個地球上所有的人 一定百分之一百二十會想太多 我之前的想法就是 又要試鏡了 又要應徵 好煩喔 又要自我介紹等等 不要誤會我 我真的是喜歡演戲 攝影機在我面前其實很刺激的 但我太專注在自己了 而且忘記有其他人更適合的角色 不一定要做得完美 最重要的是 你樂在其中嗎 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我就開始放下煩躁的心情 在事情的當中 我就找到有趣的時光 這樣我就鬆了一口氣 第六件事 每個人的意見 比重不同 通常最重要的意見 來自最認識你的人 所以他們意見的比重 比起那些 不知道你背景故事的人 還要大 如果他們誠心誠意的建議你 也許你聽到的 會讓你不愉快 把它當作一種成長的機會 但注意有一些無聊的人 很輕易的開口提出 一大堆意見 第七件就是 沒有人是你想像中的壞或完美 我們會被別人的外表跟成就所吸引 那反過來說 只要一不喜歡某人 不管他做了什麼 你就是討厭 就是不爽 他喜歡貓嗎 我剛好不喜歡貓 他在IG上給你一個讚 他一定故意惹我的 其實沒有人在care的 也不會有人閒閒的在那邊計畫 要如何毀滅你的人生 可能剛好別人的那一天不開心 給你的印象就是負面的 也許你崇拜的偶像鬧過醜聞 但你還是合理化他的行為 所以我們要去學會包容個人的誘缺點 第八件事 這個非常重要 你的幸福不在於你的另一半 這一個是從威爾史密斯 好像是在IG或者是臉書上的一片 短短三分鐘就學到了一句 你的幸福不在於你的另一半 你的另一半的幸福也不在於你 我們是完整的兩個人一起相愛 而不是依賴別人對我們的感情 如果我們的幸福在別人的手中 那麼這些幸福不在我們的掌控當中 就像RuPaul說的 記住 若你們不愛自己 要怎麼愛別人 好 第九件事 面對你的黑暗面 我們很願意認識、觀察、接受個人的強項 加強培養、優化我們的弱點 但是黑暗面在我們潛意識生存 就像躲在水面下的鱷魚一樣 等到時機對了 你的意志力不夠堅強 你已經到極限了 他就會瞬間跳出來咬一口 因人而已啦 有些人會爆發性的 有些人是自虐性的 有些人是因為嫉妒傷害別人 這些都是很難聽的 也很難接受 但人人都可能會有 我們的功課就是找出自己的黑暗面 去認識他 接受他的存在 轉化他的能量來做出更有意義的事 追求更高尚的目標 能量不生不滅 只能轉變 好,最後一個 第十件 偶爾覺得卡關是正常的 誰沒有卡關過 讀書的時候覺得 我為什麼要讀這一些 工作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做這一些 追夢的關卡師 也會說我到底是在做什麼 其實我個人是 算是非常正能量的 從小到大一直以來就是這樣子 我個人算非常幸運的 但有些時候低潮難免 通常卡關是像是電玩一樣 等級還沒到 沒有道具 硬要打魔王 現在這個例子非常貪純 又直接 廣義上來講 我們的生活中 也不會離太遠 你有發現嗎? 其實 等級沒有到等於你的基本功 還沒打好 沒有打好的基本功 怎麼知道要拿什麼道具 有了基本功 有了道具 搞不好 連打哪一隻魔王也不知道 魔王也就是目標 所以放輕鬆 休息的時候 該休息 多跟家人跟朋友分享你的問題 去做讓你幸福的事 輕鬆想好你的目標 往前走 往前看 不是說誰走得快 誰走得慢 重點是要知道 你要怎麼到達 你想要的目的地 好 如果你看到這裡 非常非常的恭喜你 以上是我的 真希望我20歲就了解的事 你今天 學到什麼嗎? 下面可以留言 Muchas gracias Hasta la vista Bye Bye